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奴隶与儿子 请大家聆听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三福音 攻读圣洛望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至四十二节 那时候 耶稣对那些信道塔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的确是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自由 他们说 我们是亚巴朗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努力 你怎么说 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犯是犯罪的 就是罪恶的努力 努力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 那么 如果天主子是你们自由了 你们的确是自由的 我知道你们是亚巴朗的后裔 你们却想杀我 因为你们不能隆拿我的话 我所说的 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 而你们所做的 却是从你们的祖宗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 我们的祖宗是亚巴朗 耶稣对他们说 假如你们是亚巴朗的子孙 就该做亚巴朗所做的事 现在你们竟想杀我 我把从天主那里听到的真理告诉你们 亚巴朗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们所做的正是你们父亲的事 他们说 我们不是私生子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 就是天主 耶稣回答说 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就一定会爱我 因为我是从天主来的 并不是凭自己来的 而是天主派遣了我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给犹太人讲了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内容 那就是有关奴隶和儿子的内容 不过这个奴隶呢 是罪恶的奴隶 也就是说人犯罪 那就成了罪恶的奴隶 就成了魔鬼的奴隶 可是这作为一个奴隶呢 不能永久的住在家里 尤其在罗马帝国时代 很多富有的家庭呢 都有奴隶 那么这个奴隶他们可以卖 可以杀 可以送人的 就等于是他们的家产 但是奴隶呢 因为他是家产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像儿子一样 永远住在家里 但是儿子的身份就不同了 耶稣用这些话来说明 当时的犹太人不接纳耶稣基督 他们就是犯了罪 他们犯罪呢 自然而然的就不是天主的儿女了 耶稣也给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说我的话 就会认识真理 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当耶稣讲到是他们自由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就是自由的 我们不是奴隶呀 其实他们不理解这句话 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这类的真理 可以说指的就是耶稣他自己 因为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才能够使人自由 在后面的话当中 耶稣说得很清楚 他说那么如果天主子 使你们自由了 你们的确是自由的 一个人是否是自由的 还是罪恶的努力 这需要由天主子耶稣基督来说了算 耶稣他可以把努力变成自由人 因为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 如果一个人跟随了耶稣 信仰了耶稣 耶稣呢就可以把他的罪恶赦免掉 这样的话 他就从努力改变了身份 变成了天主的儿女 就变成了自由人 可是针对这种身份呢 尤其耶稣讲到了一个自由人 儿女还有奴隶的这个事情 犹太人不高兴 他们说 我的祖宗是亚巴郎啊 我们是亚巴郎的子孙 不是奴隶啊 可是耶稣给他们说 现在我所说的这一切 是我从父那里来的 可是你们做的呢 是从你们祖宗那里来听见的 这里的耶稣所讲的 你们的祖宗就是犹太人的祖宗 而不是指的亚巴郎了 而是指的邪恶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从邪恶来的 耶稣不承认他们 是亚巴郎的子孙 耶稣说的很清楚 假如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孙 就该做亚巴郎所做的事 那亚巴郎做的什么事呢 就是听天主的命令 相信天主的话 可是现在犹太人不听天主子的话 所以说他们的行为和亚巴郎 是大向听见 根本就不一样 正好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耶稣说 亚巴郎没有做过这些事 说你们想杀我 可是亚巴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们做的是你们父亲的事 耶稣 说犹太人做的是他们父亲的事 这就是说他们做的是魔鬼做的事 这样一说 犹太人当然是不懂了 因为耶稣并没有明说他们是撒旦的子女 他们说我们不是私生子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 其实说穿了 现在耶稣讲的是天上的话 是神学的内容 而犹太人呢 回答耶稣的地上的话 是有关人的事 他讲的都是血缘的关系 而耶稣讲的是神性的超性的关系 可是这些人不多 没有办法 他们因为拒绝了耶稣 所以耶稣讲的一切呢 他们都不愿意接纳 不管耶稣讲的是真的是假的 当然耶稣也不会讲假的 但是在他们心目中 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邪圣者 又相反梅瑟的法律 他们从内心已经拒绝了耶稣 所以现在耶稣说什么 他们都不相信 但是耶稣最后还是告诉他们 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就一定会爱我 因为我是从天主来的 并不是拼自己来的 而是天主派遣了我 这句话呢 也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说一个人爱天主 那他一定要爱耶稣 还要爱耶稣所爱的人 而且一个人说信天主 那么他一定要有爱德的行为 没有爱德的行为 因此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如果爱耶稣 爱天主 就要爱耶稣所爱的人 先把人的关系搞好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 只有儿女 才能住在家里 所以我们通过耶稣基督 因着犀利 我们信仰了耶稣 都成为了 天主的儿女 我们应当感恩 同时也要用实际行动 按照耶稣的话 去做 就是用爱的行为 来表现出 我们的信仰 表现出我们是 天主的儿女来 我们下期见 让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